晚天之夜 帮我们感谢善灵 因为祢的慈爱 祢的宝座在我们中间 使得祢看顾我们 祢将祢的爱子赐给我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因祢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受的边上 所流的血 将我们神修出来 从黑暗中归入光明 成为爱子国度的国民 得以来到父神的宝座 向父神喊叫阿爸父母 耶稣我们谢谢祢 更谢谢祢 使得我们圣灵 好叫我们能够与祢合一 在圣灵的讲座中 看见祢的心意 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 从开始到末了 都仰放在祢的手里 愿祢来恩高陌生 释放祢的信心 让每位弟兄姐妹都保保 得到祢的话语的供应 主耶稣谢谢祢 我们要在祢面前尊重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接下来是读经 编案福音十一章一到二十一节 一到二十一节 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 姊妹来读双数节 弟兄请 祢有一个传心的人 名叫大三路 住在国大里 救世主祭 阿弹大前接见 阿弹大人的出众 这传心阿弹就是 阿弹大师 阿弹大师 神龙的王子 神龙的王子 阿弹大师 神龙的 阿弹大师 神龙的神龙的神龙 那姊妹两个 救大八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 祢所爱的人 命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座命不是病死 还是为神的能央 叫他神的儿子 是因此能央 耶稣说 阿弹大师 阿弹大师 并拿他三路 听见家伙的命了 就在所居之地 神龙的神龙的神龙 然后对本主说 我们再往犹大里去吧 能够说 那里 何大人 进来到哪里 受到哪里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神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再天天走路 就不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 阿弹大陆睡了 我去照醒他 门主说 主啊 阿弹大陆睡了 就不逃了 耶稣这话 是指责他 使说的 他人却以为 使说 到常睡了 耶稣就明天 还要到常常说 把他救死了 阿弹大陆睡了 我们留在那里 就放醒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 往他那里去吧 阿弹大陆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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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作为他们 马达你姐姐出来了 救生去 femmes vin 事 stakes 我们念到个十次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你若躲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会向神求求神吗 神也必试给你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 主啊我知道 在他人中的复活的时候 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 要请圣哥队来为我们献师 加油 那接下来的话 要请陈牧师正道 今天正道题目是 使人复活的主 那主日学的小朋友 可以到三楼进行主日学 那我们也喜欢 恭敬的心来瘦 因为我们这几次的经文有比较长 那我们习惯师会有时候就请大家念 那个速度会较慢 所以我就请大家念到二十次 可是我们接着来看 就是刚才记载着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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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路 他复活的事情 然后到了第二十四节 耶稣告诉马大 告诉他说 你的兄弟必复活 那圣经接着下去 关于拉萨路的事情 他还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可以继续的从二十五节往下看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得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 就围惧暗暗的叫了他妹子 马里亚说 夫子来了 叫你 马里亚听见了 就急忙 马里亚听见了 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能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马里亚在家里 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马里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生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个是何能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四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马达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中招战者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猜的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喊说 那山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 他见了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 将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们 祭司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留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读我们的地图 和我们的百姓 那中有一个人 名叫该亚法 本年做大祭司 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 所以预言 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但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四三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从那里起 他们就商议描杀耶稣 所以耶稣不再显然 行在犹太人中间 就离开那里 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林 就在那里汉门图同住 犹太人的月节近了 有许多人从乡下 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 洁净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 站在殿里的意思说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不来过节吗 那时 祭司掌犯法利赛人 早已吩咐说 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 就要报名 跑去拿他 这是证断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一个记载 那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记载 就是纳萨路从十里复活 从十里复活这件事 故事的一开始 告诉我们 纳萨路这个人 他生了重病 那他的姐姐 就是马大和玛利亚 请人去找耶稣 因为他们跟耶稣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让他们知道 他们就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也知道这个是耶稣可以做的事情 那希望他来医治弟弟拿他路 那耶稣看到马大和玛利亚派然的人 然后就说 没关系 这病不至于死 所以 那我们来看好 不至于死 所以他在他居住的地方怎么样 多待了两天 多待了两天以后呢 好 那 那个玲瓏可以按下去 后来耶稣就明明说 纳萨路死了 因为翻过来的时候 他那个都会跑掉 然后这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后来有讲 他说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叫你们相信 为了你们的缘故 叫你们相信 那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记载 刚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人出发的时候去找耶稣怎么样 生了重病 那时候拉萨路死了没有 没有死 然后看到耶稣以后 耶稣讲什么话 那不会死啦 大家说那不会死啦 你等我一下 我过两天就过去 可是拉萨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他后来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 那个玛大说什么 不要进去 已经凑了 已经死了 已经四天了 那我们一般常理 死后四天 可能就已经僵硬 可能已经尸体 已经浮腫了 奇怪 在这里 这个记载你觉得哪里很奇怪 有没有 我们现在早期的见识 问耶稣 耶稣去治病 我的兄弟快死了 耶稣不着急 慢慢的来 也说这个不至于死 结果要出发的时候 耶稣说他已经死了 然后又说我们还是往那里去 好 那刚刚讲的 他说我会这样做 然后圣经刚刚讲的就说 十五节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好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 为什么一个耶稣在这边 他做事是这个样子 大家想想为什么 就你的了解或你的理解 为什么 那有没有一个很矛盾 不是神是全能全知的吗 他也 他应该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不这样去做这件事 其实就从刚刚我们上一页的最后一段所讲的 就说我这样做 拉萨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可以往那里去了 还记得前面几章我们所讲的 他说你如果眼睛瞎的人 那还好 那你们在这个信仰上面 因为你们没有看了不信 瞎了反而好 但你们不是瞎的 那你们看了不信 之后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 所以在这里很奇怪的一句话 拉萨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欢喜 等同于耶稣讲的是 如果那时候拉萨路死了 我知道我在那里是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在拉萨路所说的事情 在耶稣看来 是一个可以被神所参赞的人 当他死了之后 一个义人在世间洗了劳苦之后 他的灵魂被神所接纳 那是值得欢喜的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在告别是难免心情会难过 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家人一生所行 能够蒙神的悦难 那是应该值得欢喜的 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其实又透过了拉萨路 面临死亡 经历死亡这件事情 要跟他们讲一件事 就是复活 因为复活在人世当中 他们从未这样经历 那耶稣跟他们讲 他们往往是不明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人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 复活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当这些人来找耶稣的时候 那耶稣说 这个并不至于死 然后十一节耶稣说这个话 然后又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所以门徒以为耶稣说 拉萨路是怎么样 睡了 老是睡了 以为耶稣只是要去叫醒他 弟兄姐妹 这在信仰上给我们 怎么样的一个提示 我们在信仰的里面 我们的信仰是 我们的生命是面对一个世界的死了 还是你只是睡了 耶稣只是叫醒你 我们有没有常常听一句话 对啦 宗教都是欠能为善啊 把我们心中的良知叫出来 这是叫醒 但是耶稣不是 耶稣是让我们从里面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我们不是被耶稣叫醒 我们不是就有这个良知 而是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些的软弱 我们生命中要活出来的这些和神心意的 在世界找不到 这些完全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摆门徒们不知道 他们以为只是叫醒 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 有了这个信仰 并不是锦上天花 让你的生命好像更高一层楼 好像有这个信仰 我就更high class 我就好像水桶更高 并不是 这信仰不是要叫醒唤醒我们生命 而是要去转换 从我们一个必死的身体 而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 好 所以第一个就是 耶稣要来叫醒 复活 其实是一个完全 那他说顶韬心 进入母父再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马达呢 马达和玛利亚跟耶稣 常常听他讲话 虽然圣经记载 马达都要去煮饭 都去煮饭 都玛利亚 他还贵妹妹说 你都没有来跟我一起忙 那耶稣说 他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 但是没有马达的福事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在那边 所以耶稣没有说 来玛利亚很好 玛达你不好 不是 乃是在各样的福事的上面 我相信神一定有他 他透过不同方式的住宿 那这马达呢 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到了 那在圣经里面 第二十一节 马达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然后他这时候有信心 马达这时候还有信心 马达说什么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好 你看很有信心的一个说法 对不对 我弟弟死了 如果你在的话 我弟弟不会死 不过现在你在这里 你跟上帝求什么 我相信上帝一定应允你 耶稣接着下来讲了一句话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那那个马达怎么样 他们有马达 阿妹 他说 是是是 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 我兄弟会复活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常说 平安平安 那个很好 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却很多的忧虑 我们还是不愿意去交托 我们还是觉得 这些的忧虑 神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马达以为 耶稣说的复活 是在末后 不知道所指的是现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或许会讲说 是啊 神很好 我在世上的这些的苦难 在有一天我不亡的时候 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我要享受这永远的福乐 但是主耶稣基督 在主导文里面如何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然后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上帝没有说 你们要受尽一切的苦难和折磨 你们才能够进天堂 但是上帝也没有说 我透过所有物质一切的享受 成功的神学 让你在世上 用这种的来见证我的名 所以在耶稣回答马达的时候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是一个很确定 对生命的主权 有这样权柄的一个说法 就是只要寻找就必寻见 只要扣门就必开门 是立即性的在生命的当中 从心开始出发的一个改变 所以马达这时候 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好那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 往往我们会不去相信 这个信仰是有立即性的一个转换 或者立即性的一个帮助 或许有时候我们经常的经历 不管自己或别人 神要我们等候等候等候 等候是因为神知道时间 但是你的心你的信心 或者你的愿意归向神的心 那是立即可以做一个转化 立即可以在那边来跟神的生命 成为一个连结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 这些人不明白复活的意思 不管是这些跟耶稣很亲近的门徒 或者跟他很熟的马达玛利亚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在耶稣接着下来 跟他们的对话的当中 透过复活这件事 就是耶稣要讲什么 他要让这些人知道 若你相信复活 你相信复活 这是人对耶稣权柄 与救恩的确信 也是耶稣对人的挑战 复活这件事我刚刚讲过了 是人所没有的什么经验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最大的一个依靠 是我们的经验 经验发生 第二个依靠 是我们的理智 我们的理性 这个是我可以相信 这是不能相信 所以理性和理性的时候 或者科不科学 他要求的就是证据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就往往我们陷入了 与人在信仰上的一个争辩 你证明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你来证明 除非你挖到那个 有证据显示 那个亚当是没有肚脐的 因为他不是从母妇出来的 诸如此类的 我们对在信仰上 有很多的一个挑战 那当然有一些数据 可以帮助我们说明 例如在国外很多的科学家 百分之多少 可能七八十八九十 他们都相信有上帝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跟人家想说 这个世界的运转 这个运作 若不是有一个神那么奇妙的安排 不可能弄得那么好 然后我们周遭外太空的探索 到现在为止 只有一个地球 上帝所预备的地方 能够适合人居住 甚至于有很多的文章 他也做 用一些的研究 他说人的肝脏 那么小放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如果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工厂 要把它变成一个 像那个肝脏有这样的功能的 那要花多少钱 或者多大的一个体积 所以上帝的创造很奇妙 这些有没有办法去让一些人感动 有 我相信有一些人想了以后会知道 但是 今天的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例如 不是例如 在四十七节的时候 刚刚我所念的 四十九节 里面有一个大祭司 他的名字叫盖亚法 然后对他们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指的就是耶稣的受难 免得通过灭亡 这是你们的益处 你看讲出这种话 然后呢 前面又有人 四十五节 因为他撒路复活以后 很多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 你看多有信他 并不是写什么 全都信他 都有 多有信他 不是全都信他 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 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 所以其实这个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在复活这件事的当中 其实耶稣对人的挑战 或者说 其实摆明了一件事情 我就是这件事超乎你的理智 超乎你的经验法则 超乎你以前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么发生了 你信或是不信 就是这个样子 那耶稣没有强迫 有些人跑去找法利赛人 但是这种信是什么 不能说圣经里面 我选择百分之九十五 我信 百分之五我不信 好 拿武帕你不信 玛利亚未婚怀孕 我不信 耶稣死在十字架我不信 那整个信仰的基础 其实就是被拆毁了 让我们来看 当复活这件事情遇到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时候 玛利亚众人和耶稣的反应 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些事情 第一个 玛利亚她哭泣了 玛利亚她哭泣了 她在圣经里面 玛利亚听了耶稣讲话怪怪的 耶稣的讲话我听不懂 我的妹妹 玛利亚跟耶稣更熟 叫妹妹来 说夫子来了 叫你 可是经文里面 可能耶稣有跟他讲话 可是上文我没有看到 耶稣跟玛达说 去叫你的妹妹来 所以那个玛达 可能耶稣讲的话 我有点听不懂 来来来 夫子来了叫你 玛利亚听见 请往到耶稣那里去 好玛利亚就跟耶稣说 一样跟她姐姐讲的话一样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定不死 好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的哭泣 代表我们对死亡全世的畏惧 认为她胜过了耶稣 玛利亚和这些门徒 所代表的是在当下 或者当时代表是了解耶稣的人 亲近耶稣的人 所以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把这些玛利亚和这些的门徒 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其他场合 例如埃鲁的女儿 还有一个妇人来求耶稣 来救她的孩子的时候 那种的信心 甚至于耶稣说 耶稣就是挑战这个妇人的信心的时候 可是那个妇人也跟她说 就连那个主人所养的这个旁边的狗 都可以吃到一些这种的食物 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玛利亚她的哭泣 代表着我们基督徒 我们跟上帝跟耶稣 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跟神有很深的交往 我们生命跟祂是连结的 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样会觉得死亡这件事情 或者事实上我们遇到一些苦难 祂是胜过耶稣的 所以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 他说当你把问题看得很大的时候 你的上帝主的耶稣就怎么样 变得很小 当你注目看神耶稣的时候 在神的眼中这些的问题 就不再是问题 那众人的哭泣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这些不是那么认识耶稣的人 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的无力 以及无知 无力或者无奈与无知 无力无奈的地方是 当死亡降临 这个无常降临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个时间点 跳脱一定要面对那一刻 而他们的无知 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跟台湾很像的地方 是什么呢 你看那个三十一节的时候 那些佟玛利亚在家里 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 就见到那个玛利亚出去的时候 知道耶稣来了 好就跟着他 因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因为玛利亚怎么样 要往坟墓那边 又要去抢念他弟弟在那边哭 所以在我们一般的 在我们的习俗 或我们所了解的文化 面对死亡的无奈 以及无力感的时候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哭泣 那就是正因为我们对生命的无知 而这个无知可能有一些试着去解释 但不能满足我们 例如轮回之说 轮回之说的时候 例如说前世今生之说 那前世今生之说 都是为了要为现状做一个解释 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们还记得吗 说我们如果有机会再去前缘 下一辈子我还要做你的丈夫 下一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孩子 可是不要忘记 在下一次轮回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经验 下一次遇到的时候 你是谁 我是谁 上一次的这种的 有任何的纠葛 或有任何的爱恨情仇 跟这一世的你 又有任何的关联吗 但是这是在人面对死亡的 不明白和无知的时候 必须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当玛利亚和的哭泣 众人的哭泣 让我们知道 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一个规则 逃脱这样的一个时刻 所以这时候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代表着他对人的慈爱与亲近 慈爱与亲近 有的人说 牧师为什么你不是用慈爱和怜悯 为什么用慈爱和亲近这些东西 为什么用这个 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 他每一次行神迹 我有讲过一定有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 耶稣动了慈心 耶稣怜悯了 耶稣有慈爱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什么 一定看到的是 这个力量绝对不是模糊不清 一定看到从神而来的权柄 耶稣的慈心 从神而来的权柄 第三个我们看到是人的信心 是人的信心 这三个成就了耶稣的神迹的当中 并不是说一定要三个具备 耶稣的神迹才显得出来 不是 而是在他的神迹里面 我们从后面归纳 有看到这些的因素 所以当耶稣要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写什么呢 他要 耶稣要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好 41节 他们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过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是为周遭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你 拆了我来 所以耶稣跟他以往做事情的原则是一样的 他对人动了慈心 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 而且看着这些人对他的信心 他行了神迹 那在这里的耶稣 和我们看到其他宗教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是容易清净的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 三十五节 圣经里面四个字 耶稣哭了 很短的一个经文 耶稣哭了四个字 然后接下来犹太人在旁边看到说 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气 所以耶稣与我们的亲近 和其他我们在其他宗教所看到的是不同的 在其他宗教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近 有时候是为 有时候是恐惧 有时候是有距离 但是历史上的耶稣 圣经所记载的耶稣 以及在我们过去到现在 你的生命曾经经历过的这个耶稣 都是随时随地 只要你愿意的时候 他就在这里不沉溺 所以耶稣哭了 当我们看到了他的慈爱 以及愿意跟人亲近的心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拉撒路的复活 为的是让信的人看见上帝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传福音会不会有挫折 会有挫折 圣经里面讲了一件事 这个经文里面 让信的人 对那些不信的人 我说的是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耶稣的人 当你告诉他耶稣的事情的时候 对他来讲 日本话叫什么 曼价 曼价是什么 就是有点 就像曼价 就是说天方夜谭 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笑话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当中 有时候 我们或许在 我们的周遭 在台湾的文化的里面 像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心里有许多的挫折 但是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盼望 就是说 在大使命的当中 耶稣基督说 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然后奉我的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收洗 施洗 使他们成为我的学生 在教会进行 现在中间都有那个 祷告会 那中间有一段 就是会为万国祷告 例如我们有为辽国祷告 辽国目前人口是 六百多万人 到多少 为多少的国家祷告 我们是不是觉得 现在资讯很发达了 大家好像手机拿起来 要什么讯息都找得到 可是到现在你知道吗 福音还没传遍地集 我们觉得怎么可能 难道他们都不看电视 他们那里连电 都没有怎么看电视 所以真的在很多 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的人 是完全还没有听过福音 所以如今福音尚未传遍地集 尚未传遍地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在我们承受这个使命和这个命令 要去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那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 重点不在于我们到底有多少的人 因着我们所传讲给他的 他们信或不信 而是当耶稣要我们去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不是信而且去说 我们是不是信了而且去说 那这个福音的内坛是什么呢 当拉撒路的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但今天拉撒路复活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 臭的死的主耶稣让他变成活的新的 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的生命 我们周遭这些人 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 到头来是臭的 是死的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当中 告诉他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再接着下来这几个空格 其实就是记载在约按福音书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 就是复活在于耶稣 生命也在于耶稣 反而活着信主的人 就是信他就是耶稣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永远不死 这个就回来呼应到耶稣 耶稣刚听到拉撒路的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急着去救他的时候 后来等拉撒路死了 耶稣也没有看到 那耶稣知道有这件事 他就跟他们门徒说 我并没有在那里欢喜 其实他是要为这件事欢喜的 但是并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说到了基督教的 我喜欢用两个字 逆 逆就是逆流而上的逆 逆理 逆理 好像就是说 违背真理 你简单从字面上说违背真理 我要说是没有错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它是违背道理 逆理是违背什么道理 世上的道理 就例如在圣经里面说 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 凡为我舍了生命的 来跟随我必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 世上所有的一切 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以前看为宝贵 但是保罗先生他所说的是 如今我试这些所有的东西 如粪土一般 愿复活的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一百八十度的翻转 也相信原本必死 臭的死的生命 因着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 如今他在我们里面活着 使我们有又活又行的灵 我们同心来祷告 爱我的父神上帝 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是因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参见圣灵歧视我们 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 如同双面利的刃 有利刃的一个剑一样 刺入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时时能够反省 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 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世界的人 眼见为凭 和听为凭的时代 我们知道你见长人的内心 我们也恳求你在这个当中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也真的能够看见 永远真的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生命的命定 以及呼召 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让我们能够透过你一个人的代数 使我们能够脱离死亡的毒钩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进入永远的生命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脚步 都行在你的恩典的当中 在那一天 不是末后的时候 才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 乃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当中 就有你的恩典永远出来 我们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祿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天 4、4、3、3、4、5、1、4、1 大罗无忌感化音 心可流量音 愿心好安倍动 心情如大救面动 我能够住亚生 依比地面对我动 我能够分辨 为我地下边 我能够听到我里 心里可不如如愿意 祈祷 祈祷 祈祷